因为我们照顾的品质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因为小微这边邀请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大概谈一下 怎么样叫做自我陪伴 那因为这个陪伴这个东西 是相互学习的 我们一开始是从父母陪伴我们 然后接着现在我们要陪伴 我们的长辈 那但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一个环节要去注意 就是自己陪伴自己 所以我这里从两个角度来谈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大概谈一下 怎么样子在生活美学跟生命的意义 去做到自我陪伴 对不起这是我的简介 我本来以为那个小微说要简介 所以拖了这一张 那在生活美学来看的话 那个我们要问两个 就是基本上 生活美学是 这样你们看得到吗 看得到 有完整的PPT吗 因为我在上面好像这样子看 有有有都很完整 其实在生活里面 我们在照顾 照顾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很容易因为忙碌 烦躁 然后我们的心事 其实常是跑掉 也就是什么叫跑掉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照顾当下 我们其实并没有在当下 我们的心其实是很容易 想到别的事 忧虑也好 不满也好 有压力也好 我们其实并没有在 照顾当下跟那个被照顾者 是有互动跟促进这个品质 所以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在这个 比较安定的力量 可以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出来 首先就是要自己平常就要练习 你平常的练习 如果平常可以练习 照顾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话 那在照顾的当下 我们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打开我们的五感 开启我们的经验 这样子比较容易记 我想对大家也比较有帮忙 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 跟我们的触觉 这三个其实是 这五个其实是基本的 我们跟外界流动的一个方的管道 那这个管道是从一小时候开始就有了 它是非常直接 而且非常真实 没有经过我们的思考的 我们现在看到了东西 我们经过思考之后 我们才去分辨 可是我们其实 也透过思考去认识更多 但是这个思考也影响我们的看跟眼光 所以我们常常是视而不见 比如说我们受我们的心情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人走过 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他 我们照顾 我们听到对方有要求 可是我们并没有真的听进去 所以常常会有这一类的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也常常是这样子 食不知味有没有 所以跟喜欢的人相处 我们吃起来就很好吃 跟不喜欢的人相处 我们吃起来就不好吃 我们都常常走心 所以好像年轻人有一句话 叫走心走心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在比较 在当下里面去开启这个经验 跟对方真实交流 用这个五感就很重要 我们眼睛有看到他 我们是真的就是看到他 而不是想象其他事情在看到他 我们真的就睁开我们眼睛看他 那这个练习在日常里面 如果常常有在练习的话 有在保持此时此刻的 这个五感的经验的话 那他我们日常就受到 这个多样性的滋养 我们比较不会被束缚在一个 好像既定固着的生活里面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 每天都要三餐 每天都要做照顾 或者采买或者外出 我们有固定的生活路线图 这个固定的生活路线图 我们的感官其实是应该正确的讲 我们的认知会被训练成固着 也就是说我们会变成自动化的思考方式 我们不会去变化它 因为我们想要轻松节省能量 所以一般你走同样的路 你不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除非你是刻意的练习 说我就是每天要发现不一样的东西 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有刻意这样练习 你即便是日常每天同样的照顾 同样的生活 你也会有多样性的经验 在滋养你的生活跟生命 这个跟我们的饮食其实是有一点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说偏时的再去 过我们的生活 那当然你也不能说多样到每天都在变化 那这样你也会受不了 但是基本上我们的五感 这个五感是不用变化太多生活的程序 我们就可以做到多样性的滋养 当然如果你可以变化你的生活程序 那当然也是一种方式 只是说在照顾有时候 你是固定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不太有机会 那所以变化生活跟流动经验 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美学了 所以怎么样子在固定跟变动当中 做一点调配 所以这个我称之为叫做流动性的滋养 也就是说你固定的生活程序 偶尔插进一个不一样的小小的变动 比如说来个tea time 比如说在请一个小小短时间的假 请亲友帮我们带手照顾一下 我们有一个小时去采买 或者去理个头发 或者说固定在日常的周间的时间里面 你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健身的活动 像这一些变动跟固定之间的调配 是会让我们变化 我们的生活的流动经验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单靠我们的五感 其实是有限的 除非你受过特殊的训练 也就是说我们心理学训练 有这样的训练 但是如果你是日常的照顾 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加这个东西 那再来就是说 你要建构你生命的意义 因为照顾这个东西它沉重 你要让它优雅的话 你必须看到里面更深层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把优雅 要不然你会经历我们生命里面 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是说 就是说你要去看到另外一个生命 从别人的生命里面 从被照顾的生命里面 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生命的质问 它本身 我就要受到回应 比如说我们回应生命 其实是从质问开始 那这个质问就是我们看到 被照顾者很辛苦 我们自己也很辛苦 我们没有照顾我们在旁边看就很辛苦 你不要说照顾很辛苦 你光是看到老你都辛苦 看到病你也会辛苦 看到痛你自然而然就会辛苦 我们的自己的长辈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很容易就有这个体悟 人生的缩影就是在有长辈一起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完整的生命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跳到老年 但是我们的长辈直接教会我们 什么叫做老年的生命 所以这个生命的质问跟回应 这个是要在我们的这个照顾跟被照顾过程当中 去看见 如果我们可以去看见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去建构这个生命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人除非你面临了极大的痛苦或者苦难 要不然大部分的人他很少去思考 说生命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 可是你终究会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人生不太可能让你这么顺遂 其实几乎很少 有的人当然他这个生命里面就是特殊的缘分 或者特殊的条件 他会比较顺利 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 他都是在顺利跟不顺利交织的过程当中 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 如果你通通都是苦难 你要很好的条件 有人帮助你 你才度得过 如果你通通都是快乐 你也要很好的条件去遇到逆境 要不然你这两者你都很困难去找到生命的意义 因为生命意义就是在比对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所以我们在照顾里面 对这个生命的回应里面 我们就会去生成自己的意义 所以如果要优雅 那我们首先要从照顾里面的行动开始 我们刚刚我前面提到生活里面要有开启五感的经验 这个五感在如果可以落实到照顾行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做到正确的回应 或者说不要说正确跟错误 应该说精准的回应 也就是什么叫精准的回应 精准回应自己 自己的陪伴自己 自己当时的状态自己了解 而不是假装 也不是忍耐 我们要非常清楚了解 我们这个受不了了 压力够大了 做不来了 很苦了 那我们要精准的去 这个经验到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回应 所以这个照顾的行动 不是只有去照顾对方 也照顾我们自己 这是整体叫做照顾的行动 那如果这个东西呢 有被精准的掌握到 那他要去达到优雅 就比较容易 因为他比较容易从生活里面去找到资源 比如说就可以找不货学院 就会找到我们社会里面很多的资源跟单位 我们有朋友 我们可以妥善安排生活 我们可以讨论 我们财务有客人找陈建香顾问 我们身心有问题找李维雄 李维雄医师 所以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会有这一类的资源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精准的去认识的话 我们往往认为我们不需要 等到我们发现很巨大的需要的时候 那个通常都是在边缘 已经快要坍塌了 我们这个生命到了某个程度 会坍塌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优雅让他非常困难 因为你已经身心失衡 所以首先你要做到这个身心平衡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达到优雅的自己跟优雅的照顾品质 以及被照顾者 他也会受你影响而优雅 那最后一个就是意义的行动 这个意义的行动呢 就是我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 会看到很多很多东西 会体会到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照顾绝对不是我们外面的人看到的那样子 叫照顾 我们看起来很简单 只是一个灌石 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 只是他需要有人帮他洗头发 擦澡 你看起来非常非常简单 那是他里面蕴含的非常非常多人生的议题 包括我们的隐私 包括我们过去如此的风光 现在要别人帮我们洗头擦身体 包括我们不习惯请求别人帮忙 可是现在是被迫要让别人来帮忙 这里面有太多我们人类心理的各种状态 我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 但是我们回避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能力 我现在有能力 所以我可以去借钱 所以我不需要请人家帮忙 有没有 所以你回避了这个趋入感 你甚至回避了这种羞愧感 甚至你也回避了自己不好的这个感觉 因为你从小到大 我们教你也就是要成功成功成功 可是你在老的时候 你怎么成功的被照顾 你尿失禁 你需要包尿布 你手在抖 你需要人家喂食 你是连呼吸都困难 所以你哪里来的 你过去以往的年轻时候的成功 以及你那种自信 你那种了不起 所以这个东西是会让你真正照顾的时候 看到整体上那个意义在哪里 你会看到被照顾者跟你自己之间 有这一类的心灵在流动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意义感会建立起来 因为你会发现 你也这样 他也这样 大家都这样 这个时候呢 那个意义就是在照顾里面生成 本身照顾本身就是一个意义 不需要有更多的意义 年老本身就是一个意义 不需要更多的追寻 我们本身在老化的过程当中 它就充满着一个大自然的意义在里面 等待着我们去领会跟体悟 这是我以上简单的分享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要告诉大家的是 所谓自我陪伴就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也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跟别人是做切割的 我们看起来有我们自己 我们意思说我 我跟你其实绑在一起 我跟他也是绑在一起 我们不太可能是做切割的 因为在心理学或者说在哲学上 所谓自我这个东西 它也没有办法单独存在 它几乎都是在另外一个他者之间 才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关系 所以两者之间是不可切割 不可分裂的 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这样的结论 也勉励大家也跟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也许这个照顾以备照顾 优雅以备优雅 都是一个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谢谢大家 老师这个照顾以备照顾 优雅以备优雅 我相信这句话 我们可以好好的收起来 还要慢慢的咀嚼 这个部分 非常谢谢 谢谢老师的这个分享 不晓得说 我们曾经经老师 您在听了 就是赵博士的这个分享之后 有被触动了哪些部分 有 肯定被赵博士出动了 一个我们深同感受 其实赵博士想得很对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赏避这些问题 或者是 或是正面去看这个事情 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要去认同的 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老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生病 这个是一个人生必经之路 你没有的好去怕它 或者是去躲避它 都是不由我们自取的 能够去做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想难听一点 就是认命吧 或者是有的时候 你去认同它 你去面对它 反而是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 它就是就带着一个平常心就好了 其实像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是用我父亲的那个例子来说 他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 当一个人老的时候 像赵博士说 你可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你也可能是一个 在你非常风光的时候 是风亡雨的人 可是当你去到那一个阶段的时候 当老的时候 当生病的时候 当不能够自理的时候 总是要重新学习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生人都是在 不断在学习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不同的情况 在学习新的东西 就算我们那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老了 或者是我们生病了 我们都是要学习 重新适应过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正确的 当你带着这样的心理性的时候 我觉得优雅就会自动从心里而发出来 我非常赞同赵博士说的 优雅也会被优雅 那这句话非常的好 优雅也被优雅 照顾也被照顾 这个部分真的很好 那不晓得李医师呢 李医师您听了以后 李医师可能代表 我们可能是年轻一代的 年轻一辈 看李医师的样子就走 代表年轻一辈的 不晓得您听了以后呢 自己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OK我听了 我觉得赵博士 他带出很多 我们所现在面对的问题 是很现实的问题 OK 就是当在照顾这个过程中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因为这些东西来了太突然了 也没有一个心理准备去说 我要怎样怎样做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在这一个过程中 心理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那么呢 赵博士有提到啊 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嘛 这个是人生必经之处 所以我们要学习 要怎么去 就是可能 多听一些这些心理的东西 来去克服这些问题 那么我在 做这个拯救制的时候 也是遇到有很多家庭的纠纷啊 特别是一些经济上述的问题的人啊 他们一下子 经济垮下来了 他们是support不到他们自己的 daily的这些 这些这些经济的条件 所以心理因素 经济因素 健康因素 三个一起下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很大的一个创商 那么 我们真的是要学会 怎么去从这个创商走出来 跳出这个框来 这个是我们 值得 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医师 那不晓得赵老师 这边有要补充的吗 是 没错 就是 李医师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也在 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 所谓老化这件事情 并不是 等到我们看到 有老 家里的长辈老了 我们才有老化这件事 所以老化 基本上 他需要提前去认识 老化不是老人的专场 应该是一出生 我们就开始老化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教育里面 或者说 我们的 日常的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 跟学校教育 都没有在教 所以这个就是 不或学院存在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有这个方式 去教育大家的话 那当然 大家会提前去认识 所以 生命教育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 去认识生命 发展过程当中的 自然的过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必须从 这个年轻的时候 或者小时 学龄期的时候 就开始去认识 什么叫做顺利跟不顺利 什么叫意外 什么叫退化 什么叫做残障 什么叫失能 他这个是要提前去认识的 并不是说 我们生活里面 一定有出现一个 拿懂干的 我们才知道 他是真的行动不方便 才知道有这种人 其实不是照这样子 我们其实 应该在 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 他就应该要去认识 社会上 都我们充满着社会上 充满着这些族群 disable的族群 那这些族群是需要 是很大的 他们的存在是 对我们这个老化 以及对我们的照顾的 陪伴的 等等这样议题的学习 他们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你看 我们却把它视为说 他们是一个minority 我们视为他是一个弱势 我们觉得说 我们需要给他帮忙 看他很可怜 事实上他在这个社会里面 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意义 就是让大家学习 怎么去回应跟认识 而且提早让我们学习 他们可能有的出生 可能是有的是因为意外 让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正式学习说 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有很多的辅助的 我们没有人辅助我们 我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这么强大 我们再怎么样会 规划我们的人生 再怎么样的养生 我们最终都会走到那一步 所以这个是要 深刻的去体会 那这个体会你现在年轻 你不太可能体会得到 除非你张开了你眼睛 看到别人 看到更弱 看到更苦 你才有机会学习 完整的生命 所以那些社会上 我们常常新闻里面也好 报章杂志里面也好 或者现在很容易在网路媒体 FB里面看到的各种也好 其实这一类的讯息或新闻 它其实具有很重大的 社会教育功能 家长应该要跟孩子去讨论 家人之间应该好好讨论 社会这些NGO等等 或者说政府也应该要 去讨论这个东西 去回应这个东西 因为他在教我们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 我们所谓好或不好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绝对 成功失败也没有那么绝对 你知道很多失败的人 就是提早要教我们面对 最后人生 你必须要学习接受失败 所以他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你生在其中也不容易看到 他当中有一个大的生命 有一个生命网 跟生命意义跟价值里面 在里面开展 我们要学会去认识跟回应 这个是一个 你生而为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天生每个人都会 都有价值 只是我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被我们的社会被我们的这个文化 教育到我们都忘了 我们有这种天生的能力 那个能力就是很简单 我们任何人都会有感受 任何人都会有同情心 任何人都会有同理心 每个人看到别人辛苦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会辛苦 我们看到别人痛的时候 我们都有痛感 因为所有人都有镜像神经元 这是天生的 但是为什么如果这是天生的 我们应该是天生的学习者 为什么被教育成 我们变成不是一个学习者 我们固着在某一种样态里面 以为我们就长那个样子 就忘了我们其实要持续去学习 所以这些多元性的 弱势的 或者说苦难的 或者说不顺利的 不管是自己的 别人的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 这个资讯呢 是提供我们去对应我们自己 所以所有的这些 提供我们去对应这些的 我们通通给他一个名称叫他者 我们面向他们 他们召唤了我们内心里面的意义 也召唤了我们的人性 也召唤了我们成为这个社会上 做一个伦理的人 所以应该要很感谢他们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看起来我们在帮助他们 其实这是错的 真正你广义的来讲 他们在帮助我们 更完整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做一点这个补充 是 真的 这就是赵博士讲的这个照顾与被照顾 这个部分 其实是 不一定就是只有照顾者本身是有力量的 那被照顾者本身 他其实里面真的存在很多的意义 他让我们来学习 就像我们的陈建强老师 在他写的文章里面写说 爸爸就是那时候家里辛苦 然后就努力工作要赚钱 很想要带爸爸去旅行 可是呢 就是忙着工作要赚钱的时候 没有想到爸爸就中风了 然后后来就没有办法实现 带爸爸跟爸爸一起去看 韩国冬天雪花飘飘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都是 我们大家都 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老爸老妈 阿公阿嬷真的都在那里 在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生命教育 这个部分 就看我们自己本身 作为照顾者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到多少这个部分 当然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 那陈建强老师这个部分 那刚刚大家都提到 理财这个部分其实也很重要 作为照顾者这个部分 理财到底要怎么做好 包括时间规划这个部分 陈建强老师也有很深刻的这个体验 跟在工作上的这个提募 我们马上请出陈建强老师 来给我们做分享 好 大家下午好 我就马上进入我的这个PPT 来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看到吗 看到吗 有看到 我们的主题优雅 半年到了 在理财跟时间管理这方面 它的确是也是扮演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在很多时候 理财是非常理性的那些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人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可能不了解这个事情 就以为他真的是 就是看数目证 就是很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其实理财呢 在真正的开始 是从我们的身心开始 从我们的理解开始 从我们的 我们所对人生的体会开始 所以在这里 我就想把大家先带入这个观点先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 其实理财这回事 理财可以是带出一个平常心来看待 其实理财是我们生活取居里面 其中一部分 理财可以是很生活化的 你未必要跟着 如果你是跟着 所有的数目证 一板一眼的这样看的话 它是非常理性的 它非常目的事情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很感性也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理解 你为了什么走 而不是为了追寻那个数目证而走 理财我就很简单的带入 其实我们有两个主要的 在一个陪伴者的角度来看 理财这个事情怎么做 其实这个第一件事情 理财都是谈不开的就是 它的收入来源来自哪里 它的资源来自哪里 第二就是想开销 我们是不是能够达到 所有的事情呢 来到一个开销平衡的角度 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所以你非常要了解 你这个成为一个陪伴者 我们需要怎么样进行这一部分的事情 除了我们要学习如何照顾好 被照顾者 然后同时我们也要学习 重新去调整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照顾者都忘记了 陪伴者都忘记了 应该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已经被影响 可能他的思维 他的想法已经被影响 也有很大的困扰 好像我就是那个被照顾者 或者我是不是那一个出现问题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就卡着那边 不懂得怎么做 其实我们倒回来去看 真正的话 还是要面对那个现实的事情 就是收入来源来自哪里 开销在哪里 我们需要多少的来源 来照顾所有的开销 让我就马上进入这个收入来源 其实收入来源 大家想得到 这么一个被照顾者 如果真的要在这里 才这方面来看这个事情 除了你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的心思 很多的用心去照顾 这个被照顾者的时候 同时换一个角度 也要考虑一下这些事情 第一 我们很多时候想到了 收入来源可能 他的自然可能来自被照顾者 就是我们被照顾的这个长辈也好 这个爸爸妈妈也好 他们的除息有多少 你就用那一个来做 有的时候我们被限制在这边 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 有一些家庭根本没办法 被照顾者很多时候 他可能就是也是可能是 家庭成年的其中一位 他们把他的工作放下来 其他人都没办法 就把工作放下来 把收入放下来 专心去照顾这个被照顾者 或者是这个长辈 或者这个长者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会带出一种非常负面的想法 哎呀都没有什么资源了 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所以很多时候都不会去想多一些这一方面的 而受到影响 那么其实 收入来源可以除了除息以外 还可以看讨被照顾者 是否之前有保险 有其他的资源吗 比如说他也没有一些产业来收租的事情呢 那个还有一个延续的收入可以再带进来 这是其中一部分 然后其他的呢 还有的就是来自家庭成年的提供 有的时候是这样 其中一位 家庭的其中一位留下来照顾 照顾长者 让其他的兄弟姐妹 或者其他家庭成年 就帮忙你们继续工作 就大家是挪一小部分 来一起提供这一方面的进行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件事情 被照顾者 在这个照顾者 特别是被陪伴者 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一款 他也是应该被照顾的 就好像如果我今天家里 没有一个人能够留下来照顾的话 我们就请一个 家庭女佣 或者是真的是 被照顾者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需要找一个熟练的陪伴者 比如说像护士这一方面的 需要医药方面的支援的 那么我们把它请来 聘请过来 你是要给薪水的 你要聘请他的 就有的时候 我们身为家庭成年的 我们也要体会这一个事情 这个陪伴者 他也不是白白的做的 我们也要给他一些的事情 一些的收入或者是一些的资源 让他可以做一些他能够做的事情 或者他能够帮我们想更多 如何把这个被照顾者 做得更好的事情 他从那边就可以想一想 所以这些方面 我们他的收入来源 也要把他当成是他其中一位 应该给他一些收入的 所以也挪一些的资源给他 然后除此以外呢 有的时候我们 有的家庭更加辛苦的是 照顾着自己的除夕 就是那个收入来源 你看 他还要照顾这个人 这个长者 然后他自己还要把自己的除夕 挪出来 照顾所有的事情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看不同的面 不同的人 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状况 会看出不同的事情 所以理财也是面面观的 也是有不同的情况 还要看待的 那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资源 除此以外呢 有一些比较不幸的家庭 可能还要依靠福利的间线 外来的间线 当然 你看这个东西 好像是非常的负面 可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 这个就是人生 当你很多时候 没有把东西准备好的时候 就像刚才 张博士有说 当你以前很年轻的时候 没有把这些东西学习好 没有带着 居安思维的想法 没有为自己提早准备 可能他最结果是这样 他可能结果就是 有一天 真的要接受福利的间线的时候 你真的是没办法 被照顾是 被告照顾者是没得选择的 然后陪伴者 或者是照顾者呢 是还要去 上脑筋 去想一想这些事情的 所以这些都是 其中我们看 我们的社会里面看到的事情 所以收入来源是一方面 所以你有了这个收入来源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如何去 平衡这个事情 怎样去善用这些职业 最重要的是要达到 收支 收入跟开销平衡的那一个角度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看开销 其实在理财方面呢 除了你把收入 知道你的收入来源来自哪里 还会不会有中断 会不会有 有问题的情况以外 你要 肯定 确定 它是能够 延延不绝的将来 不然的话 生活上总是会有一些的 影响 那么至于开销方面呢 也要做好 适当的记录 一定简单的记录 也是需要的 比如说 要了解 其实 开销来自哪里 那么 开销都是 第一件事情 大家都会把注意力放在 被照顾者 被照顾者的 一些开销 一些生活取机 所要用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被照顾者的医药费 这一方面的事情都是 一个 把它列出 做一个清单 把它列出来 好好的把它了解 这个事情 然后列出 再做一个议算 其实 到底需要花什么钱 到底需要 突然间 哎呀 没想到那个事情 那个事情突然来了 其实大件的事情 我们不会漏掉 可是有的时候 很多的小事 小借 反而是 拿掉我们 大部分的资源 所以这个规划 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 只要把它列出一个行单 清清楚楚地了解它 这样你就不会担心 当然 摄同几句 这是平常的事情 这个是两者 被照顾者跟照顾者 都需要这个事情 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把 这个资源 这个开销 只是看在那个 被照顾者而已 其实那个照顾者 也需要生活取决的 他也是陪着一起生活的 所以 比如说 如果是还有房贷 还没有解决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是要 要真正去理解 去看待 对不对 去看待这个事情 要去看好这个事情 生活取决 火食费 可能你住的单位 是有管理费的 所以这些都是 它的开销之意 要帮它一起的规划在里面 然后最简单的像火食 像比如说 一些的 还有其他的等等的开销 都是要纳入 整个规划里面的清单 把它列出来 接下来就是 医疗费 保健费 这都是 最普遍的 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不是只是 被照顾者而已 我们也要照顾那个 那个照顾的 那个陪伴者 因为他也可能会有 会有一天 会有不舒服 会生病的 他也需要保健 其实 他的健康呢 他的身心的健康是 影响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被照顾者 是依靠他的 每一天的见面 每一天他都要面对 不同不同的情况 可能有一些事件 有一些情况 是非常负面的 所以你想一想 这个照顾者 这个陪伴者 他是不是真的要比 比谁都更强呢 他比谁都更加稳定 自己定好自己 身心一定要很平衡 而且时常要带着 很正面的思维 来看待每一个事情的发生 每一个环节 的发生 所以这个是 一定要再看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也要为了 他的医疗费 为了他的保健费 做一定的准备 而不是说 哎呀 他没事情了 就不用去照顾 他也要补一补身体 他也要有一些保健品 来让他保持健康 那么他才能够把 被照顾者照顾得更好 所以这是 其中我们要看透的事情 你看 这些事情 未必是在我们想象里面 所以他不是主要的开销 他可能是一个小节 可是这个小节 就是会拿掉我们的资 那么接下来 保险 紧急的 的除息 有一些的 有一些被照顾者 可能他有一些保险 可是他的保险的保费 还要继续供下去 就一定要把这些 纳路成为其中一个开销的一点 除此以外 随时不要准备 一个紧急的除息 哪怕 有一些紧急的事件发生 有一些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用一些钱 你也不能过在那个时候 突然间就跟其他身边的 兄弟姐妹 其他的资源 来要收取更高的一些的资源 来应付这些事情 其实他整个议算 整个理财的规划里面 都是当一般人的这样来进行 总之我们要保持一个事情 就是随时都要想到 那些一些 一想不到的事情 而会发生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这是 在理财方面 收入 开销 尽量做到平衡 那个是一定的 当然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就是 亮露何为 有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希望 做最好的事情 可是我们东西 真的是亮露何为 而且随时抱着 居安思维的形态 来准备好 来做规划 这样 你就可以放心 只要有人规划好了过后 照顾者 陪伴者 都可以放心的 去专心做好 他的那个本分 要不用去烦 钱的事情 理财的事情 我接下来 给时间管理来说 我的直接的看法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所以你的正确思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好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想得对 所以说 刚才我说 这个陪伴者或者是照顾者 他的正面思维 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的身心的健康 他的身心的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角度上 所以给予时间的话 我觉得 他差不多安排时间 给照顾者的时间表以外 他也要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照顾者也要有他的时间表 他也要有一个空间来传传气 有个时间来看看书 有个时间来看看电视 可能的时候 让他轻松一下 让他休息一下 有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面对一些的压力 他需要减压的 所以这些事情 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第一 千万不要把它当成 他是一个其中一个病者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他的 他的 他的牺牲 他的付出 是非常非常伟大 所以在时间管理 我觉得 他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时间管理方面 他除了是很多时候都会 先排被照顾者的时间表 那从中间 他就会挪出一些 他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是家庭成员的话 如果是我们是 大家一起 在一起看这个事情 他的付出 一定要被认同 而且他的时间 一定要给他一些空间 比如说 我们是一家人的话 兄弟姐妹 有可能要轮流一下 就让这个照顾者 有一个空间休息一下 比如说 星期六礼拜天 让他出去走走一下吧 让他出去做一下运动 他一定要做这些事情的 他是一个平常人 你只有给他做得更好 他才能够把 照顾者做得更好 所以才能够优扬 所谓的优扬 我们要提供给他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 理财和时间规划 重点 量力而为 第二 永远抱住居安思维的心态 就会达到优雅 陪伴到老 陪伴到 陪伴优雅到老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建强老师 真的就是量力而为 居安思维 然后又要就是做好 这个妥善的规划 相信刚刚大家在看到 建强老师的这个PPT里面 哇那么细致的 把所有的这个财务的部分 罗列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如果今天 您不是照顾者 那您可能就是 其他的家庭成员等等的 看到了 我们大家都 应该都会多出一份 就是同理的这个心 去量解这个部分 像上次赵老师 在我们上一次的那个 伴你到老的讲座里面 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真的要让 照顾者 好像上下班一样 他真的有下班的时候 他真的也有周末的时候 可以去传习 去休息 像一般人一样 不晓得赵老师 在这边有没有什么 您想要 看了这个我们 陈老师的这个分享之后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是 这个 陈老师的这个分享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直接影响到生活的品质 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照顾的过程当中的各种身心的平衡 因为财务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跟理性去做这样的管理 像我个人就没有陈老师这个能力 所以我今天听了也就觉得有很多的收获 那我来提一个数据 就是最近台湾有一个数据出来是2008年到2009年 有人去分析他们报税的财务收入里面 发现有请家庭看护工的这个族这个家庭里面 已婚男性比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少15个巴仙 也就是说女性因为有照顾家庭已经有请外籍了 她依然参与率会少15% 不要说你没有请外籍看护的 几乎都会留给让女性去参与 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财务角度来看的话 女性会比较吃亏 就是说你要照顾的过程 她并没有办法去上班 那或者说家庭里面被指定为照顾的这个照顾者 如果她像李医师这样子自己开业的话 她可能还雇得来 如果她是要去固定去上班的 她就有困难 她就有限度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这个东西是跟跟我们的这个文化结构有关系 然后也跟家庭里面怎么去协商 那照顾者他需要有收入的 并不是说照顾者他就不需要有收入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上 大家可能要多体谅多去调整一下 那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收入这个涉及我们中生 跟我们的职业有关 那职业因为你倒过头来看的话 职业又不只是跟收入有关 因为职业还绑着他的生命活动力 绑着他的人际关系网络 还要绑着他的学习的这个认知里面的训练的弹性 因为没有职场的训练 我们的认知是很被退 会退得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照顾十年二十年 可是你没有进入职场 你就要额外的去训练他 要不然我们这一组能力其实很快就丧失 即便十年之后 假设我从二十五岁照顾我的长辈 照顾二十年 我才四十五岁 我后面还有很长的人生 我可能需要去工作 可是这个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二十年没有在职场 你四十五岁 有社会淘汰的问题 有社会年龄歧视的问题 有你的职场能力丧失的问题等等 这个都影响到他个人后半段的财务的问题 所以财务这个问题 我非常同意陈老师讲的 就是说他涉及的是非常非常广 他的确不是只是理财这两个字 就可以讲完了 也不是只有钱这个问题 他涉及绑着我们整体的 你讲白一点 就是绑着整个生涯的规划 绑都绑在里面 这是我做以上的回应 是即便没有绑可能二十年 可能就是即便只有可能两个月 可能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状况 不晓得李医师您怎么看呢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我想说不晓得在您的工作经验里面 会常常看到 譬如说可能照顾者本身 他其实也需要医药费这件事情 也需要这个部分吗 您没有开麦克风 是的 那么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 就有遇到这样的一群的人 那么有一些是瘫痪的 就是可能他是车祸 然后他是常常去需要卧床的 那么那些人可能他们有保险 那么每个月可能有一个 两千到三千令吉的这个保险会赔偿 那么这些呢 还可以面对他们的这个基本的开销 就是尿片啊 然后吃的东西还可以 那么有一些是 就是可能老化了 或者是中风了 那么他们这些可能是没有保险的 那么呢 在这个财务的这个管理呢 就是很重要了在这边 一般上有些人看到 我曾经看到的是 几个孩子真的是养不起一个老人家 就是以前人说养儿防老嘛 所以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出现在这边的 是养儿是烦恼了 那么有些甚至呢 是老人家的这些财产 已经是分配好了 可是到最后呢 就是拿财产的那个呢 他是 就是不会去照顾他自己的父母了 反而去就是丢给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 现在我们有机会学习这样的财务管理 那么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机会 去规划未来 我们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 以后的一个财务的一个规划 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information 我们需要这样的knowledge去防止我们以后 我们的我们的财务能够独立能够自由 这么这样子 那在您自己的工作经验里面 您会看到就是很多可能照顾者 像刚刚我们赵老师有说 可能你需要事先先去了解 作为一个照顾者可能要怎么照顾 你可能才可以减少一些可能病痛 您会不会在您的工作领域里面看到 就是说有很多的照顾者 他最后也很多病痛出来了这样子 因为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好 结果搞到自己可能腰痠背痛很多的问题出来 会有这样的部分吗 会会 等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一个内容 就是关于那个健康的问题 是那边可能也是会是涉及一笔经费了 因为自己可能没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部分 所以到最后可能自己也变成要有一笔医药费的这个部分 所以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马上请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吧 您的PPT 我们来看看 就是照顾者 您想要优雅 可是呢 您其实是要先意识到一些 可能就是自己在照顾的过程中 你的自己的健康的部分 要怎么照顾好这个部分 我们马上来听李医师的分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OK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 是这个 别轻忽自己 在下一身毛病 那么呢 我们照顾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常常忽略 自己的健康 一些自己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导致到我们 自己生病了也不知道 那么我把这个 这个PPT呢 分享为三个重点 那么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 我们在照顾过程中 在护理的过程中 特别是一些 瘫痪的病人 长期卧床的病人 那么他们 一般上是需要长期 护理长期照顾的 那么在照顾他们 其实是相当很吃力的 然后 常常因为用力的不当啊 知识也不对 然后会导致到 照顾跟被照顾者 两双方都会受伤哦 OK 那么我把这个受伤 这个影响的部位啊 分成三个 三大部位 OK 第一个部位就是腰部 腰部场会出现急性扭伤 也就是所谓的腰扭伤 它是很来得快的 它是一下子痛 然后隔天就很不舒服了 那我们可以整段为腰扭伤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 这一键盘突出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slip disc 它是一种慢性的 呃 腰腰的腰腰的不舒服 那么能 呃 很难被察觉的 除非你去做这个 x-ray或者是 CT scan 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你的slip disc已经是出现了 so 接下来就是肌肉损伤 这个也是因为用力不当嘛 会损伤到一些肌肉 ok 第二个部位呢 就是手肘跟手腕 手肘呢 一般上就会 呃 这个网球肘 我们叫做 the tennis elbow 这个是因为这个肌肉 在这边的肌肉撕裂啊 导致发炎 然后导致这边的疼痛 然后肌肉拉伤 还有这个腕管综合症 这腕管综合症呢 呃 他的症状很明显的 他就是我们的手 这个麻木 有个麻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说 这个已经是压迫到神经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腕管综合症 呃 大家有听到吗 有啊 ok 然后第三个部位呢 我会把它放去 膝关节跟这个怀关节 就是膝盖跟脚怀 那么呢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呃 搬东西的时候 会很容易 会有扭伤 或者是会有拉伤 ok 那么我们应该学习正确的知识啊 善用人体的结构 so呃 这个slide呢 这边有分享到 这个是从上网拿的 叫做myhelp.gov 是一个政府的呃 一个组织 so它是有一些information 是否这个struck的中风的病人 怎么做这个lifting跟transferring so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圈 它是利用我们的人体的结构 刚才我说到人体的结构 so这两个部位呢 其实是我们大的关节来的 这个就是盆骨 这个就是肩胛骨 so我们在呃做这个transferring的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这个人体的这个呃最大的这个骨头 去做一个支撑 这样才不会弄伤被照顾者 ok so刚才有也就讲到用适当的器材 还有防滑措施 这个防滑措施主要就是在厕所 可以买一些防滑的mate 然后可以呃装一些扶手啊 然后呃适当的器材这边有很多种 我拿其中两种来讲 第一个就是呃 lift belt跟shifter 那么shifter呢 一般上就是要两个人操作吧 然后呃他是可以防止呃这个患者呢 在长期卧床的时候会出现那个露窗 就是他的那个臀部那边 他会有一个outzer 那么我们需要长期用这个呃这个shifter 来去把他做这个移位 然后呢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lift belt哦 lift belt就是说我们在上下床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东西来减轻 我们呃这个的这个肌肉的压力 ok然后该有讲到的就是自我锻炼 还有体能训练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呃point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可能是yoga啦 也可能是呃一些普拉提的训练啊 来训练我们的核心核心积蓄咯 然后在呃在做这个过程中呢 会更稳定 呃然后接下来就是使用护具 canicure tab 还有一些膨带 护具呢可以归纳成那些呃 呃 药户啊 细户啊 然后这canicure tab呢是最近比较流行的 就是这个很多颜色的 那么这个tab呢 他的好处是他没有药性的 所以我们在apply的时候他不会有出现一些过敏的反应 也没有这种所谓的耐药性 那么这个一般上呃我们可以在看到人家做运动的时候啊 都会apply在他们的关节啊 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 就会减少那个受伤的几率 ok so最后我们要寻求帮助 不要独立一个人承担 也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图画 好像这个动作呢 其实一个人是很难的 你even一个人做是你可能会拉伤到腰啦 然后那个脚啦 可能会弄伤 拉伤两个人做呢 就很轻松 就两个人一起来出力 就会达到一个很省力的效果 ok so这个是第一个point 接下来我们会谈到的呃 就是睡眠品质 睡眠品质呃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气衰退啊 这样这个是一个中医的concept 生气衰退会容易出现腌尿 或者是失智症引起的失眠 因此啊 照顾者需要配合被照顾者的睡眠时间 比如说呃 被照顾者他腌尿他要起来 这样我们一定要起来吧 这样服啊去厕所啊上厕所啊 怕跌倒啊等等的之类 因为这样子呢 会比较常出现呃 失眠 这个失眠是双方面的 他不是说单方面失眠 他是双方面失眠 那么我就把它归纳成三个point 第一个是腌尿 那么这个腌尿呢 我就不想去讲什么是腌尿 什么解决这样子 ok 呃 腌尿呢 包尿布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这样这个point呢 我主要是带出呃 不要看到老人家腌尿我们就给尿布 这样这个是一个呃 会很伤到老人家的自尊心 ok 可能他是可以control的 可能他是可以自己去的解决的 而不是要摊方便就给他尿布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包尿布的嘛 所以呃 这个腌尿呢 我们先需要了解腌尿 我们需要了解腌尿 改善腌 这改善腌尿呢 可以通过中医的治疗 比如说中药啊 针灸啊 甚至是做一些锻炼啊 比如说呃 可能男性的 可能可以做一些 臀部的锻炼啊 来改善他的腌尿的次数 当然我们先要了解腌尿 因为热量太多原因了 而不是去盲目的去买一些药啊 呃 一些来临顾名的药啊 就这样吃啊 这样是很不对的 ok so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失智症 失智症是跟呃 老年时代有很大的关系 ok 他是一种各种功能性的减退 那么在这边呢 呃 热液颠倒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他呃 早上晚上分不到 那么讲到这边呢 我就有一个呃 一个经历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呃 我在接到一个病人 一个老太太 那么呃 他是 他是全身痛 然后也是有一些失眠的状况 那么我就去到那边 那时候第一次去 我还记得是呃 大概是三点多左右吧 所以我就去到他的那边 他的家 然后我又呃 跟他打招呼 因为他在睡觉 然后他就问我 哎 意思这么那么晚你还过来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不晚呢 现在三点多罢了吗 然后呃 那时候我就看到 这么话讲晚上的 然后他的房间是不是呃 那个窗帘部啊 也是盖着的啊 按的 因为他睡觉嘛 所以呃 他就 我就把他做这个 争取的治疗咯 然后因为他的家庭 是有条件的 所以他就有一个呃 用人照顾他 那么我在治疗的过程中呢 呃 我有跟他的用人沟通 然后他的用人就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 讲呃 意思我晚上睡不到 我就跟他讲你这么睡不到 他就他就因为他是呃 一一女人来的 他就跟我说 呃 两个就说 原来老太太晚上 他是很active的 他不睡觉 然后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 so after that 我就跟他们的家属沟通 跟他说你早上一定要带 老太太去晒太阳 去做一些散步啊 这样子的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还记得呃 经过两三次的治疗过后 我去到那个家大概是呃 我去的时候是早上 然后那个老太太呢 她就是 坐着轮延已经在门口那边等我了 所以我就觉得 诶 这个方法行得通 就是可以很好的改善他的睡眠 然后呢 也改善到被照顾者 就是那个呃 印尼mate的睡眠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先要知道呃 先要改善 被照顾者的睡眠 这个是 一个本质来的 你先要解决那个本 你不解决这个 睡眠是呃 不会改善的 然后呃 睡睡眠的方法呢 有很多方法可以可以改善啊 可以通过药物啦 非药物 非药物就是该我提到的呃 这个晒太阳的动作 然后呃 血液按摩啦 一些针灸啦 然后自己的生活作息要注意 就是晚上睡觉前 不要吃太多啊 消夜啊 或是喝有咖啡因的东西啊 这个也是不好的习惯 也会导致到这个睡眠哦 然后学会放松自己咯 就是睡觉前可能 不要看太多3C产品 可以看一些书啦 听一些歌这样子 ok 所以刚才有讲到这个穴位按摩 我就把它分成最简单的两个穴位 都可以自己找得到的 就是内管穴跟深门穴 所以内管穴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掌 的掌痕纹 下来三个手指的正中线 这个就是内管穴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穴位 揉一揉按摩 然后呃 第二个穴位就是神门 神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小指 下来也是掌痕纹啊 在这边的一个交接处 它这边其实有个凹陷的 你按下去也是酸酸的 所以我们会按这两个穴位 睡觉前按这两个穴位 来改善我们的睡眠 这两个穴位是呃可以说是 保健穴位来的 ok ok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说到的呃 心理压力啊 照顾者在漫长照顾过程中 心理负担是很大的 他们很多的不确定 也不知道下一个stage啊是什么东西 几时才会结束 有很多这种呃为之恐惧 特别是呃呃一些痰瘫的病人 他们长期卧床 也不知道 退到几时 也不知道下一个stage 它会恶化 还是它会maint 这样的情况 我们有时候很压力 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呃 我们不知道 未知恐惧嘛 可以说呃这个这个这个 site可能可以说是5年 可以说是10年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心理的压力 家庭压力 兄弟姐妹 另一半跟孩子 兄弟姐妹这边 可以说到的就是 兄弟姐妹 一般上是 我们说人多意见多 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决定 没有达到预期的 效果 然后有时候就会兄弟姐妹就会指责你 为什么你做到这样子 这么照顾到不好 等等一大堆一些 一些指责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另一半 另一半可能是已经结了婚的 可能带爸爸妈妈回来住 照顾 然后往往我们很多时候 会忽略到另一半的感受 也有时候会觉得 那个平衡 不平衡了 会感觉这个多过这个 这个多过这个 就是会有不平衡的现象 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争吵 一些conflict 这样的东西 然后孩子也是会 忽略了孩子 少了这个亲子的时间 因为你要长期照顾嘛 有时候 你照顾他 你就没有时间照顾你的孩子了 没有时间跟孩子相处 这样子 OK 然后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啊 是 也有可能是失眠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 说我们 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 有往往很多时候 有一些 emergency的东西 比如说家里有一些 emergency要你回去处理啊 你没有办法去专注你的工作 甚至是 有时候我们 要带父母去做future therapy 去看医生 这个也是很吃时间的 可能一两个小时啊 常常要请假 会有这样的一些 一些压力出来 然后我们 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学习沟通 表达 建立关系 OK 这个可以通过 WhatsApp Group啊 我们兄弟姐妹 开WhatsApp Group啊 然后可以update一下 父母的状况啊 父母的一些健康的 一些 一些状况啊 照片等等的 从而建立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然后更好 有更好的 一些关系去照顾 更好的照顾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长辈 然后呢 不要一个人承担所有 学习分享 可以参加一些 非盈利组织 一些Care Group啊 医疹啊 这样的东西 医疹方面呢 我觉得是 可以 可以遇到一些 比较相同的 比较 就是 属于 可能是 相同的一些背景啊 可能是 一些 瘫痪的病人 中风的病人 他们有同样的问题啊 我们可以在那边的 互相的去学习 互相的交换意见 这样子 然后找到 自我放松的方式 找回自我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讲到自己了 那么我们 在很多 很多可以 放 可以 很多方式可以放松自我 那其中一个 因为像MCO嘛 OK 我们可以参加这个 不获生命学员的 很多那种 简直课啊 一些 画画课啊 等等的 OK 我们从 从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李医师的这个分享啊 让我们看到就是 哇 这个身心的部分 也很细致的看到啊 可能会 哪些方面可能会受影响啊 所以可能大家一定要来学习 一定要学习啊 不管是从 不获生命学院这边的 老爸老妈课呢 还是其他的地方啊 去学习 或者是一早就先 做好这些学习啊 让我们 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观念 特别刚刚看到 那个辅具的部分啊 这些等等 有些这样的器材 其实都可以来帮助我们的 真的很棒 小的就是 呃 陈建强老师在听完 这个李医师的分享后 陈建强老师 您有想到什么吗 嗯 有啊 刚才李医师所说的那一个 呃 在照顾 照顾者的时候 我们要 呃 顺着他的 体型 他的每一个 什么在做移动的时候 非常重要 因为 呃 以前我在照顾我父亲的时候 他是一个中风 呃 呃 患者 呃 呃 他的格子 稍微比我小一点 我们家里都是大格子的 所以 当他是一个中风 他一半半生是不能够 活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呃 真的好不容易哦 当初初开始的时候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 我们都是这样大格子 可是我们真的不容易扶起我父亲哦 那真的是不简单的东西 我们也一段时间 那时候因为我们有送他去 啊 中医师那边做 针灸 那时候我记得那个中医师有教我们一些的简单的方式 扶他起来的时候应该握哪里 然后对他翻身的时候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需要帮我们父亲 冲凉 啊 晚上的时候 啊 扶他 睡觉 帮他安排好 所以你要从椅子 帮他去床上的时候 然后 你给他睡的时候 你要给他这边先 给他睡 他晚上他自己会 他过后他会翻 我们不懂他怎么翻 只是你在给他睡的时候 你就不要给他一直躺平嘛 所以给他翻着 这样子自己的安排 所以你在 抱他的时候 扶他的时候 你一开始不可以太用力 你太用力 一 伤到他 第二 真的是会伤到自己的 我们两兄弟 我们是三兄弟 所以我两个弟弟 加上我 我是一定是其中一个 我另外一个弟弟就会轮流来 我们就扶他 我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全面的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要两个人 三个人一起都才能够安排好他的冲凉的工作 然后过后 我们当掌握的那个方式的过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人 都能够应付他 我还是每一天回来帮他带他去冲凉的时候 因为早上我一定要把他扶起来 让他坐回去 然后我就会特地让他走 知道他不能够走 可是我就扶他慢慢拖一下拖一下拐一下拐一下就好 就要走 所以这个动作至少帮他能够延伸一些他的肌肉和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学的 所以身为一个照顾者 真的是这些东西要学 你不可以说真的 用蛮力就可以了 不能的 像我这样大哥子的人 我父亲只是稍微比我小一点 我真的扶不起他 你就想象 你想办法去扶一个喝醉酒 躺在地上 你要扶他起来 你扶得起来吗 不容易的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去体会 如果没有这个体会 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可能包括我现在还第一次看到那个辅足器 我们以前都没有看到这些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 真的是能够帮到 帮我们要照顾的人 当然我也希望这个事情呢 也跟所有的 如果家里真的有长者需要被照顾的话 你是照顾的人也好 或者是你是家庭成员也好 一定要体会那个照顾者 所面对的所有种种的事情 真的身心上也不简单 我最近才有一个 好朋友的妈妈刚刚过世 可是在他的父亲那时候也是重病 当妈妈 唯一妈妈一个人是照顾这个爸爸的时候 到爸爸走了的时候 妈妈反而变成是 像刚才李医师有说的四肢症 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进入犯了有异症 有异症 然后过后延伸变成四肢症 然后他也是 这两年才过世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 真的 这些事情是真实的 我们其他人当你好好的时候 真的就要去考虑好 想好这些事情 学好这些事情 有的时候是当着一个额外的知识来了解 有一天身边的人真的是需要到的时候 至少我们不会手忙脚乱 谢谢 活到老 这个很多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的 那这边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资讯 我们从10月8号开始 每个星期五 连续四个星期五 台湾高一大的团队 他们的一些护理长 护士长 他们会来给我们上课 谈什么呢 教我们就是怎么样照顾 健康 亚健康的长辈 然后怎么样照顾 中风的长辈 怎么样照顾 失智的长辈 怎么样照顾 失能的长辈 那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到我们不获面子书去看 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们真的大家一起来 为你筹谋也好 或者现在已经是碰到这个问题了 赶快来花一点时间学习 真的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之前高一大的团队 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记得有一个学员说 哇原来我上完课以后 我就知道原来我不能够 就是要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fit一点 不要吃的太多 太胖 他说就是老年的时候 别人照顾我要给我翻身什么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很辛苦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其实 之前就来上课 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谢谢陈建强老师的这个分享 那不晓得张老师您这边呢 刚刚听到就是李医师这边有讲到说 照顾者他常会碰到这种 未知的恐惧这个部分 张老师不晓得您这部分 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是我觉得刚刚李医师的这个分享非常的完整 就是一个身心的平衡 这个身心平衡非常重要 那身心的平衡它其实是要先去正确的评估 评估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都要正确的评估 所谓正确的评估就是说要了解 体力上是了解我们的体力 了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一定要正确 要不然一定会受伤 如果你心理上也一样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认识跟评估 你也会做到过头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 李医师最后有提到的 就是说自己对自我的认识跟成长 这个部分它几乎就是核心了 你在照顾的品质来讲 你没有这个部分的认识跟整理的话 你所有的生理的照顾 其实它的品质都不会提升 我们去看一下 在医院里面我们都住院的时候 我们被照顾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生理的照顾 没有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伴随着关怀 伴随着对于你细节心理变化的认识 你会有很多的羞辱感 就像李医师刚刚讲的 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想要被你爆尿布 所以我们也许认为 我们很会照顾 学会很多专业的技巧 学会很多专业的照顾能力 其实不要忘了 其实照顾的过程 我们要获取这些专业知识并不难 可是你要正确的 或者说比较精准的认识你自己 这个才是你一生当中 所以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努力的 要不然你永远都无法理解 你虽然身为一个照顾者 你的心情是会变化的 你会产生羞愧感 你会突然受你自己冒出来的想法 想要杀死他 希望他这个中风早一点结束 日子你会充满羞愧感 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他无法说出口的 这个就会形成刚刚李医师讲的 这个照顾的压力 他就会在里面了 那这个是过程非常细致的 其实我非常欣赏李医师 在这个给在医治病患的过程当中的 传递的这个理念 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一定要去记得一件事情 照顾它不是一件生理上的事 生理上的照顾 其实都不是一件难事 照顾也不是体力上的事 体力上都不是难事 照顾也不是财务上的事情而已 财务上其实有太多可以帮助你 如果你有问题 你找陈老师就可以了 他一定会帮你规划的很好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即便你规划的很好的财务 你有很好的体力 可是一旦你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说 你越来越辛苦 越来越累 越来越疲乏 越来越被困住 你会觉得你整个生命 好像被某一种东西绑住了 那你因为这个被绑住 你会产生很多的奇怪的心理现象出来 接着你所有的能力都会失去 你对财务的理解也会失去 你对健康的理解也会失去 你甚至你对用力 你都用不对的力 你刻意会用力或刻意不用力 这个都跟心理应数有太大的关联性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照顾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是全人性的 所以也用这样的角度 在最后我也跟大家分享 以上我这样子的看法 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 我们时间已经来到3点27分了 那我们这边 简单回答一个朋友的提问好吗 这个是问李医师的 请问刚刚那个手的按摩 这两个穴位大概要按多少时间呢 你好 这个穴位按摩呢 其实是没有特定的时间的 就是说你可能按一下 可能是一两分钟啦 可能是就是还没有指定的时间的 按到有那个效果你觉得累了 你就可以停止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可能是左右两边都按 对可以 主要就有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就是算是他的感觉 那个就是达到最好的效果了 那从此可能不一定要数绵羊了 我们就按按这两个穴位 谢谢 谢谢谢谢李医师 那我们最后请三位嘉宾 都给我们做一个总结跟祝福好吗 我们先请我们的李医师好吗 OK好 这边呢 我想做一个总结就是说 优雅这个东西呢 刚才赵博士有说到嘛 健康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自我的问题呢 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真的是自己解决不到自己 因为你要照镜子看着你自己嘛 你很难找到自己 我觉得那个是 我觉得整个照顾过程中 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先要找到自己 那才会很优雅的照顾到别人 优雅的照顾到自己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 就是金老师一开始讲的 精准的看见自己的这个部分 然后给自己也给被照顾者这个尊严这个部分 蛮重要的 好 那我们再请陈建强老师 好 我觉得 照顾者 或者被照顾者 或者是家庭成员 所有的事物在我们谈的 以上所谈的事情呢 都是有两个很重要的 两个字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 一个是 爱以责任 都是因为爱以责任 带动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做以上的事情的时候 不管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的 的人都好 我觉得我们要带出一种 平常心 去面对它 去认同它 去学习它 然后如果说理财那方面呢 永远记住那四个字 量力而为 然后带着 居安思维的心态 来走我们的每一天 人生是很好的 当你有准备好的话 你对未来是不担心的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建强老师 爱以责任 大家一起加油 最后我们请赵老师 我非常同意 刚刚两位的总结 我在这里最后回应的 就是李医师讲的 就是找到自己 那我补一个东西 就是找到自己的时候 看着我们的照顾者 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自己 跟我们的照顾者的 被照顾者的生命 做连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到 照顾者的生命 以上谢谢 跟被照顾者的生命 做一个连接 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了 非常感谢 谢谢赵老师 也谢谢李医师 还有谢谢陈建强老师 今天我们真的收获满满 想要看回放的朋友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不获面子书 再细细的沉淀 也欢迎大家转发 今天这场分享 让更多跟你有缘的朋友 可以一起来跟三位嘉宾学习 ocean 帮前整个也欢迎大家 能有本她的生命 这是 includ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